來我的頻道 然後這影片要繼續介紹修改器 然後我們要介紹的修改器是 Simple Default這個功能 然後其實它有四種作用 然後一個是所謂的類似旋轉的功能 然後Twist 然後Band是轉彎的意思 轉彎代表它的腳會變有弧度的 然後Tupper是追形 追形它是一個線性的 只是一邊的寬比較在一邊的寬比較寬這樣 一邊的面 然後Stress就是去拉緊 對 然後我們想要 這影片想要去做一個比較 所謂的比較就是 就是我們拉不同的物件 然後所謂的物件就是 目前我們是 除了立方體之外 然後我想要再去 拉平面 等一下喔 我們先把這個 一邊 好 第一個是立方體 然後第二個我們要加一個平面 等一下 屬於 然後再加一個塑造體 然後再加一個塑造體 這個塑造體 然後再加一個圓形 然后去比较说 这是个物件 然后在这几个 所谓的修改器 产生的一些效果 所以这影片会比较冗长一点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在去观看我们这个影片 然后如果觉得很冗长 你可以跳过 所谓的跳过就是 你可以快转 你可以去快转 然后 太多了 我是说 这个修改器的功能太多 对 就是要花时间然后去了解 然后才可以知道说 你要用的是什么物件 什么样的设定 对有点小小的复杂 我觉得这也是 人的一开始这么难上手的地方 因为真的太多东西可以学 对 其实 顺便聊聊拍这些影片的目的 其实 就是 一方面也是一个记录 就是 记录说 诶 我去用这些参数 然后去一个学习 对 对我个人而言是一种记录 然后 随便把这个记录分享给大家 好 那我们就 直接来 好 我们先 首先要做的是 这个 立方体 我们加 等一下 要做之前 我要做 做一个细分 那我们就要加 修改器的 Simple Defone 这个功能 然后 第二个 平面 也同样去套用 然后 第三个 做装 替我们 然后 第十个也是 OK 所以 呃 从 这个 呃 结果 来看 所谓的 它是一个 所谓的旋转功能 这个的话 其实 我觉得立方体 其实本身就是 呃 你可以 去看到那个 扭转的效果 对 那如果是 一个平面的话 就是 一句你 我现在是摄了45度 所以它是一个 四四五度的角 那个 组装体 它也会 有这样的 有点像是你在 呃 你毛巾的那种感觉 那 圆形的话 基本上 呃 没有什么 太大的变化 只有 呃表面纹路上的一些 变化 对 好 我们再换 180度 180度 其实就会创造 如果 先换 OK 就更复杂的一个形状 对 你看 第一个的话 其实就是上次我们叫 呃 螺丝纹 螺纹的一个效果 对 然后 其实我觉得 呃 平面 或者是 触状体 跟圆形 其实在这样设定下 已经没有太大的 呃 使用的一个 因为它的变形 已经太过严重 好 我们换一个角度 去看它的结果 对 对 现在差不多 好 我们换S走 好 S走 诶 或许这个组装体 嗯 把它调小一点 就是 哦 如果是注重体 就是 它会产生 呃 这样 呃 往斜 上 这样的角度 我觉得或许 这个在 呃 实际的使用案例上 或许 你会用到 对 觉得这个可能会用到 在一个 呃 注重体当中 想要去创造一些 呃 一些呢 你可能会用到 OK 好 那大概 大概 呃 所以我觉得 嗯 如果以宣传这个功能 我个人觉得 比较特别就是 诺文的这个功能 对 对 周边的 创造 罗文 上次 呃 少人 叫 好 我们这影片 没有花太多时间 才去论述 好 那 那 就是第一个设定 所谓的 转 旋转的一个功能 OK 那么 切换到下一组 下一组 下一组 我们切换到下一组 就是一个 新增 新增 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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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旋转 转弯 转弯的一个功能 觉得 嗯 震感大家无法去想象它 所以转弯的 嗯 样式 我就把它切成 角度切成实度 这个实度啊 就比较有感 你可以看到 左边的边 就有点 类似你去挤面包感那种 压下去那种感觉 对 然后 平面就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 主状体就是有一边 呃 被积压 然后 远的话 也是有一边被积压 那我们再 呃 将 角度切大一点 对 对就是 旗下的感觉会 嗯 更大 对 对 旗下的感觉 好 那我换 不同方向的 歪走 好 形状的改变差不多 只是 这是 OK 这是角度的问题 好 好 那这是 90度 我们再把 看到 哪一个形状 是我们可能会 比较常用 好 加幻整 180度 好像 这几个图形 越变越奇怪 对 我觉得还是 使用上好像还没有 呃 这么 这么 可以想象的应用场景 对 好 或许 呃 10度 我觉得 一点点 或者是 30度 可以去做 一个这样 就是 弯曲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还是 没有到很常用 或许 这一个 这个形状 会常用到 我觉得 有点像是 史莱姆 史莱姆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用 转弯 然后 90度 然后 的效果 然后是第一轴 ok 好 那这个是第二组 对 第二组 对 第二组 那你接下来换 第四组 第四组 那你接下来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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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组 第三组 现在换第三组 那我们一样 呃 加 SIMBO 的一个 修改器 然后第三组 是 所谓的 呃 类似 类似 T型感 对 T型感 然后这一组 嗯 呃 这个 被 蓝腰折断的 金字塔 然后 这个是 45度 跟第一个有点像 然后 这个 呃 我觉得这个 圆形的 经过45度 转弱 我觉得这个还蛮 蛮 蛮有趣 有点像金鲨感 对 你看 有点像金鲨感 然后 诶 这个可能在生活上也蛮常遇到 对 对 我觉得地方体变成 呃 呃 这种梯形可能还好 但是做这种体 变成这样 就是我们在一些 呃 餐桌 可能会有看到类似 这样的一个形状 哦 那第三组我觉得最有趣的 或许是这个 就是有点类似 金鲨巧克力的感觉 圆形的 然后经过一个 TUPPER 这样的一个转换 很像一个 呃 金鲨巧克力的感觉 好 那我们 切换到下一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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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修改器 SymbolDefault 第三个是所谓的拉紧 如果以平面的看 它就有点被延伸的感觉 然后如果是立方体的话 因为拉紧 所以中间会有一个凹陷的形状 其实在生活上可能还蛮常看到 类似这样的设计 然后这个是柱状体 就是中间会有凹下去的感觉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圆形 圆形把它拉紧之后会变成一个类似 药丸 一样的东西 觉得还蛮有趣 按其他的 好的 OK 好 这状体就变长这样 然后圆 圆又变成一个交纳 然后正方形就变成这样的 是最新 如果说我还应该跟SZ一样 OK 好 我觉得这一组最有趣的应该就是 交脑呢 所以这样比较下来 对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几个设定比较常用的 对啊 扭曲就是螺丝纹 然后第二组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史莱姆的这一个 然后 第三组的话 金沙巧克力觉得还蛮不错 对 然后第四个是交纳 对 好 那我们这个影片就 切磋头这边 然后去 让大家示范SIMPLE2DFORM 在不同的一个参数设定下 他提供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设定 好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